繼續開會 我們請陳正文一眼執行 執行時間45分鐘 好謝謝 謝謝我們大會主席 蔡副議長 那我們醫師廳裡面 陳局陳市長所率領的市府團隊 及我們的市民朋友 我們的媒體記者先生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想這一次第二屆第四次的市政總質詢 本期用一個陽光海洋long stay 來展望我們所謂未來的新高雄 什麼叫陽光 什麼叫海洋 什麼叫long stay 我在我待會的總質詢內容 會一一的跟相關的局處首長來做一個探討 那我也希望最後的時間能夠留給市長 針對這一次的總質詢的內容 再請市長最後再做個回應 首先我們來講陽光 我們根據中央氣象局的統計 高雄是平均日照全國最高的一個城市 平均日照的時間有175.1小時 是台灣算是最多日照的地方 這麼一個充滿陽光的城市 非常適合年輕人跟老年人來居住 那我們想到日照是全台灣的第一 有什麼產業可以吸引它來 我想最夯的目前的能源產業 不外乎就是太陽能 我們高雄針對市民朋友局 來建置廠商的一些規範裡面 有鼓勵高雄做 有鼓勵太陽能的裝置系統 那我想只有鼓勵沒有罰則是不夠的 我們用隔壁的縣市台南市為利用 台南的日照沒有高雄長 但是台南針對在台南市所建置的產業 所謂的工業用電大戶 什麼叫用電大戶 根據台南市的低碳城市自治條例 它規定只要用電超過800K瓦 就稱為用電大戶 這些用電大戶要使用一層的太陽能 不管是建置在哪裡 如果三年內沒有完成 將會有罰則 採連續罰 這個部分我想請教高雄管理工廠的主要的 金發局的局長 這個部分你的想法你的看法如何 除了積極的鼓勵以外 我們是不是可以有相關的罰則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不管是台電不管是中鋼 在高雄有許多的工業的產能的大廠 他們也積極的在拓展太陽能的設備 那針對其他的用電大戶 我們是不是除了棒子以外 除了蘿蔔以外 現在我們還可以有棒子給他 讓他能夠來積極的參與我們所謂 太陽能的建置 這一部分 請金發局局長來做個回答 來 局長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那跟陳議員說明 就是我們剛剛是有綠建築的條例 事實上只要新建廠房 他50%以上的屋頂要做綠建築 或是太陽能設備 那根據我們所瞭解 現在新建廠房的廠商 基本上都對於設置太陽能 抱持的非常非常高度配合的態度 那也因為他申請建造 就要符合這樣子的規範 所以其實我們在新建廠房上面 在新設太陽能板這個部分 其實它的那個建置率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尤其我們最近新的工業區開發出來 幾乎所有的廠商 都打算把自己的屋頂變成太陽能屋頂 包括我們自己建的那個服務中心 也都是這樣做 所以這一個部分其實 就是以高雄市的那個做法來講 是走在前面的 我眼睛看到的完全不一樣 北高雄是我們的螺絲重鎮 北高雄所謂現在所新設的廠房 就我看到的沒有一個是使用太陽能 我舉最簡單的例子 像方生螺絲為了要建太陽能板 事實上還調整他們的建造 把整個廠房的位置做了調整 配合那個陽光的角度 那這個事情是真實的啊 新建廠房齁 我所知道就不下一百間 一百間在這兩年 但是我們看到你剛剛講的一個例子 所以這個不合比例原則 而且我也認為不只是新建的 所謂的用電大戶 我剛剛特別提到用電大戶 它在既有的廠房所產生的汙染 既然它有使用那麼多的電 我們是不是能鼓勵它 我們不管就我剛剛所提到 我們不只是鼓勵新建的廠房 我們針對舊有的廠房 我們是不是 我們也不要造成中小企業的負擔 我並不是要所謂的全面性的實施 而是所謂的用電大戶 用電大戶勢必它有一定的規模 一定的產能才會稱為用電大戶 這個部分我們是不是能夠比照台南市 來做相關的條例的規範 讓他們能夠來督促他們 儘快的儘速的來實施所謂的太陽燃 我先跟議員做說明 就是說鼓勵這個部分當然沒有問題 那其實我也知道說 包括我們高雄可能用電 排碳量比較大的公司 其實都已經還設置了專責的部門 包括成績子公司 來做這個相關推動的工作 這一塊當然可以來做執行 那我也跟議員做說明 就是說就規範來講 其實剛剛市政府的方法 就是我們的立建築的知識條例 其實相對來講是比較嚴格的 其他六都我們有去比對過 有去比對過 目前他們是有提出減碳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那通常的做法是用設置太陽能板來做這樣子的工作 那不過到目前為止 就是屬於一個懲罰性的條款 是沒有明確的訂定出來 但我覺得您提的這個意見 其實在高雄是值得做的 這個部分我們是同意的 但是我要跟議員做一個說明 就是說要裝置太陽能板 它有一個前提 就是說它廠房在設計的時候 一開始它屋頂的沉重 要能夠規劃進去 那這是可能舊的廠房 要面對上面 面對裝置太陽能板 最需要克服的就是建築技術上的問題 不過不過金發局有一個節電推動的小組 那也鼓勵這些廠商來發綠電這樣子的工作 所以我想這樣子相關的工作 尤其下一個年度2017年 可能我們的供電會蠻吃緊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這個工作能夠緊急來推動 好局長你請坐 不只是這些用電大戶 我知道剛剛是針對所謂的 我們的工友的宿舍也好 辦公場所也好 都有積極在推動太陽能的設施的改善 那這些太陽能的設施 其實跟廠業界來講 一方面可以改善它的建築之外 另外一個部分 大概這些太陽能的設備 七年可以回收 那它的整個使用的效能 未來是不是可以讓台灣能夠更環保 我想高雄的確是一個指標 那我剛剛特別提到的中鋼及台電 在高雄都有大量的廠房的設備 產出大量的汙染的同時 他們已經逐步在改善 包括台電在永安 我之前跟公務部門也跟公務局長探討過 他們也要建立一個水上的所謂的發電太陽能的系統 那中鋼在小港的廠房也是全面要設置太陽能 但是我下一個就是要來提這個中油高雄煉油總廠 高雄煉油總廠在停工之後 未來這個廠房的規劃 及未來這個廠區的如何的永續使用 我想中油目前的董事長 是由曾經擔任我們高雄副市長的陳經德所接任 那我想他對高雄的產業 對環保的產業也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了解 在這個部分我們市府團隊是否能夠積極的 跟中油的陳董事長溝通聯繫開會 因為就我們由過去的資料媒體報導顯示 中油對外宣示這個南紫地區的中油高雄煉油總廠 需要三十年的整治的時間 這三十年 市長跟我可能都不在 所謂的這個政壇 也不是說市長不好意思 三十年後的事情 我們很難說 所以說這三十年比較是太久了 三十年一個地方的規劃 竟然要三十年才可以整治完成 我想這對南紫地區 或這整個高雄市地區的市民朋友 非常的不公平 尤其現在陳經德陳市長 接任董事長之後 我想我們市府是不是有跟他做積極的連洽 本席在這裡是建議也要求市府 應該跟中油提出五年內改善完成的這個承諾 我請環保局局長回答一下 中油高雄煉油總廠 我們可不可以要求他五年完成整治計畫 請局長做個說明 好謝謝副議長謝謝陳議員 那跟議員報告 中油他提出了他的廠區內的一個整 目前的控制計畫 齊承不是三十年 不是三十年 是十七年 將近二十年 是十七年 目前我們看到的一個整個規劃的齊承是十七年 那因為中油這個廠區它污染的時間已經很久了 那並不是說我們要求他要五年八年這個時間 他就可以整治完成了 那個要看實際的廠 那個廠內的污染狀況 污染深度 污染的範圍 那所以在這十七年裡面 那我們先同意他的前五年 前五年的部分 那這前五年的部分要做什麼 第一個是拆遷 以手來這裡的設備 這裡的設備 或者是這些管線等等 要做一個拆遷 拆遷之後要進行詳細的調查 那調查出來之後 整個廠區內一百七十六公頃調查出來之後 才能夠去確定 他要花多久的時間 因為這個部分是相當專業性的問題 你剛剛說拆遷就要五年 這個其實是我們可以 可以督促他的 拆一個廠五年的時間我也認為太長 五年的時間太長 他整治時間十七年就對了 十七年後 我們都有可能沒在這裡 所以想是要拜託你這邊跟我們的市府團隊 我們的簽廠要求中油 的確要在三年內或一年內完成 給他壓力嘛 不然你五年哪有人要簽遷五年 這太沒有效率了 局長這部分你再做一次說明 跟議員報告 他這五年前面規劃的是一些拆遷 後手拆完之後 那個地空出來要進行調查 要進行調查 所以他這五年的主要要花的時間 就是進行這些拆遷跟調查的時間 那另外在那個副金半邊山這部分 他要去進行整治 所以他這五年要做的部分 包括整治拆遷跟調查 是這裡要做回來做的 那是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局長我要的就是他的佔地208公頃 你請坐齁 208公頃 不是說他整個簽廠完成 才能做下一步的工作 他有的地方可以做土地污染整治調查 然後馬上來做土地污染整治 讓一部分的地方可以鑿燒的綠地 或者是能夠讓他能成為 一個太陽能發電的一個公園 我想這個部分可以相同並行來做 那些廠區說要穿一個唱五年 我覺得真的是太久了 17年才可以整治完成 17年真的是高雄市民很多的市民朋友 我想都這個17年真的是太長了 那接下來陽光 高雄的陽光可以 讓我們來做一個設置太陽能的光電系統 讓我們建造生態公園 讓我們市民朋友能夠跟綠能更親近 那我想陽光一定要提到我們所謂的運動 那我本期在上一任的議員任期內 就一直在跟現在擔任副市長的許立民 許副市長也我們市府首長棒球隊的隊長 榮譽領袖常常在探討這個問題 那我也很樂意的看到今年的澄清湖棒球場 真的是大刀闊斧的做了一個改善 但是非常諷刺的就是說 當我們把這個場地整理好 對一個不堪使用整個球員休息室漏水 外野草地坑坑巴巴到今年整修完成 即將會成為一個高雄市數一數二的球場的同時 我們高雄市已經沒有在地球隊來任養 在這個部分 現在要拜託市府團隊去要求 去拜託這個新接手的富邦棒球隊來任養高雄市的棒球 陳清湖棒球組長 我也是認為是非常困難 富邦棒球隊他有他的市場考量 但是我認為說我們市府團隊 不應該放棄 應該還是積極的跟富邦棒球隊來溝通 是不是能夠讓他用認養的方式 讓他能做雙組場甚至三組場的方式 來認養陳清湖棒球隊 棒球場 因為我們有在打棒球的都知道 這些場地沒有使用絕對是壞掉的 有人在輸容 就一定可以維持一個好的瓶頸 那過去我也特別常常引用美國的例子 美國這些棒球場 其實是把冠名權讓企業來冠名 比如說火箭隊的球場 叫Toyota Center 那不只這個球場 美國幾乎90%以上的球場 都是由企業來冠名 來做贊助 陳清湖的棒球場 我想詢問許副市長的意見 陳清湖棒球場 我們是不是能夠讓在地的企業 日月光 來做認養 日月光長期有一筆基金 是針對高雄市的社會公益 在做一個付出 包括在學校的 LED燈的汰換上面 還有我們高雄文化局 許多的活動上面 他扮演了一個贊助者的角色 那未來是不是可以 讓陳清湖棒球場 我們把這個冠名權 讓日月光來冠名 讓日月光來維護這個陳清湖棒球場 讓我們所謂的社區的棒球隊 可以用到一流的棒球設施 不是只有職棒才可以來用 職棒球員職棒球隊 你既然拋棄了陳清湖棒球場 我們就讓陳清湖棒球場 來讓大眾使用 讓更多的市民 可以享受到一流的場地 讓更多的市民 可以像職棒球員一樣 在陳清湖這個這麼好的球場 盡情揮灑他的球技 讓他的不管是小孩子也好 讓他們的下一代來觀看棒球場 有一個好的設施以外 也讓他們能夠親近這個球場 許副市長 這個方向你認為如何 許副市長請答覆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大概分做兩個部分 第一個 我想陳議員非常清楚 其實市府在去年開始 的確是下了很大的決心 因為陳清湖棒球場過去都是一些 比較片段的一些整修 那整個球場的結構問題 其實一直以來沒有獲得一個 比較好的改善 所以從去年開始 其實在市長的支持之下 其實陳清湖棒球場整個做一個 根本性的翻新 那這個也是我們最注重的 就是說職棒他畢竟是一個商業的 會有一些商業的考量 但是就市府來講的話 其實最重要是把這個基礎環境 把這個球場給整理好 那整理好了之後 其實我想在這一個跟職棒 或者說陳氏棒球隊的相關的合作上面來講 當然也會同時來進行 但是我們比較即使在這短期之間 造成一些職棒球團的不方便 或者等等的 但是我們覺得還是這個基礎的棒球場 必須把這個設施給整建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我完全贊同陳議員所講的 當這個整理好之後 你要委外要OT 事實上他不一定是要職棒的球團 我們也看到真的太多 美國的不管是NBA也好 或者是MLB也好 他的這個球場 他的冠名 事實上是其他的商業 這個企業體 所以我想其實在未來的這個委外上面來講 我想陳議員所提的這個方向 都是我們可以努力的這樣的一個方向 不一定是要跟職棒的球團合作 可以去找其他有心的這個企業體 來比較綜合性的去管理 維護這個場館 我想這樣的一個方向應該是可行的 謝謝陳議員 請服務長請坐 我想不只日月光 很多像在地的產業紅牌油漆 他們長期都有做體育政策的一個補助 我想我們市府團隊 積極的來跟這些在地產業來做一個溝通 讓他們的產業能夠達到一個宣傳的效果 同時也讓我們市府能夠減少這個維護方面的開支 那下一個部分我要請教育局的局長 抱歉不是好 教育局長請坐 因為體育處目前是教育局所管理 那未來我們在之前在提到 我們想要儘速成立高雄市體育局 本席跟沈英章沈議員在這個部分議題 曾經來開過公聽會 所以這個部分來請問研考會的主委 我們的兵役局裁測了之後 我們是不是有規劃在我們市府成立一個體育局或運動局 我們看到台北市政府 我們可以看到桃園市政府 目前都已經相繼的成立了體育局 台中市為了因應2019的東亞青年運動會 他們也即將成立一個體育局 我們在第二屆的議員上任之初 就積極的推動成立體育局 但是目前為止 我們還沒有聽到相關的措施及辦法 我們想請教研考會主委 在這個部分 我們內部的作業程度如何 你個人贊不贊成 那我們目前的規劃 請主委做個說明 主委請導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這件事情市府非常重視 上個會期市長也有指示 針對這個體育局的升級之外 我們也去探討行政法人的可能性 所以就做了一個分工 那體育處它有去規劃 將來這個體育級升級所需要的 必要的經費或者人員 那研考會就負責去探討這個 行政法人的可能性 它的優劣 那現在這個報告 我們都由這個人事處去做綜合的會整 那在明年中應該會有一個結果出來 所以我們的未來規劃是朝行政法人 而不是在我們的 不是他兩個都去做評估這樣 兩個都去做評估 那大概這個評估報告什麼時候會出來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我們體育處跟研考會分別做行政法人 跟體育局的評估 那現在由人事處在會整之中 到明年 什麼時候 明年中 明年中 我想是不是可以加速 加速讓我們的體育局能夠進數來成立 畢竟辦過一個世界運動會的一個城市 沒有體育局 我覺得是非常可惜 尤其我們要打造一個陽光的城市 我想體育局成立是非常重要 這一點再請主委加速的督促 好 我們就努力 我剛剛提到陽光 提到我們的海洋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談談我們高雄市的海岸線 它長達六十多公里 那 上個會期我也特別提到了 總諮詢特別提到了一個概念 所謂的國民遊艇 那我想市府的相關局處的首長 也私下跟我討論 他認為這個方向是非常好 那但是經過了一個會期 我在這裡想請問海洋局的局長 新達港在荒廢了二三十年之後 讓它成為有一個二三艘遊艇的規劃 停泊的一個區域 是上一屆會期的時候有特別提到的 不曉得這個部分 我們市府跟中央談的如何 還有在新達港 蛻變成為一個遊艇觀光休憩的一個場所 我們目前做到了什麼一個地步 請局長做個說明 來 局長請答應 謝謝副議長 謝謝陳議員 我想整個新達港的這個規劃部分 那當然閒置的當然因為整個當初在建港 是為了遠洋漁業所使用 那不過當然就是沒有相關 後來整個因為國際情勢的變化 其實大概都沒有這樣子的一個進駐 所以說其實市府這一邊其實也已經 原本的一些規劃就是整個經營的方向 就是北休閒南漁業的這樣一個部分 那最近的這些跟市 就是這個中央這一邊的溝通 包含其實整個港區 其實包含陸域水域加起來 大概將近300多公頃 那這樣一個北休閒的漁業 然後到南部的南邊的這個漁業的部分的使用 最近也有其他的一些產業 希望能夠進駐到這一邊 所以說現在在跟中央討論的這個部分 就是說包含整個北部休閒的部分 然後南部這個部分 是不是能夠有轉換這樣成產業的一些 部分的進駐的可能性 包含可能造船 或者是其他的產業的部分 這一些其實我們都在跟中央做討論 那目前來講 當然新大港本來就已經有設置 相關的遊艇碼頭 以及整個讓岸壁整個的碼頭 其實是可以停泊遊艇所使用了 那是不是能夠有積極的 再有多一點的企業或是相關的投資的意願 然後能夠來經營這樣的一個部分 我想我們會持續來跟業者這邊來做朝上的動作 局長我想這個新大港是花費我們國民70多億所打造的一個 可以說是全國最大的一個碼頭 但是因為當初所規劃的遠洋漁業 因為時代的潮流目前還是以前鎮魚港為主 所以我想未來朝向這個觀光油氣的這個部分 除了請中央多支持之外 我們海洋局也應該多承報一些相關的資料 跟中央來做持續的溝通 爭取相關的經費能夠來做一個開發 局長您請坐 那我們除了海岸線很長 包括我們從我們的協定連接台南 到我們的永安 子官 彌陀到我們的左營 其實這個藍色公路的發展 市府也相當努力 市府其實已經規劃了目前有三個路線 分別是珍愛碼頭到鵝阿寮漁港 珍愛碼頭到彌陀漁港 還有新達港到安平漁港 這三條航線都各自有特色 我們從鵝阿寮到鵝阿寮可以去採買賢勞的海傘 我們到彌陀可以去看我們虱目魚的故鄉 我們從新達港到安平是跨縣市的 我們到了古城去欣賞它的所謂古都的美景 利益良善 但是目前看起來這三條航線叫好不叫做 航程走走停停 我們是不是能夠讓它常態性 讓海洋局跟觀光局跨局處的合作 來行銷高雄北高雄的藍色公路之旅 這個部分我請觀光局長 觀光局長簡單做個說明 這三條航線叫好不叫做的原因是什麼 那未來我們是不是能夠結合 所謂的讓更多的市民朋友知道 彌陀來彌陀可以玩什麼 來鵝阿寮可以買什麼 讓這三條航線能夠活絡起來 真正的達到我們的海洋城市的目標 請局長簡單做個說明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陳議員 我想這三條航線之所以叫好不叫做 我想有幾個原因 最主要是在這個周邊的這個 遊玩的遊城的部分 我覺得還不夠豐富 尤其是我們比如說到鵝阿寮漁港 其實鵝阿寮漁港是全國平選的魅力漁港第一名 但是在這個鵝阿寮漁港 除了在漁港裡面的消費以外 其實我們整個的資源觀光的部分都還沒有做一些整理 所以我覺得這是最主要原因 因為很多人會覺得我從鵝阿寮漁港 我到了鵝阿寮漁港 我到這裡就吃一頓飯 然後我就離開了 所以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重要原因 就是這個船隻 它船隻的速度 因為它的設計的關係 所以這個船隻的速度是非常的慢 那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它的遊城會拖得很長 所以在整個遊城的規劃的部分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都是還是必須要去改善的 所以這些我們都必須要跟海洋局 再做一些這個資源的這樣 觀光資源的整理 那其實在105年的時候 觀光局也做了一些努力 比如說我們有提出這個台17線 念念海線漁村文化之旅 另外還有二人溪漁法的這個生態體驗文化之旅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呢 都需要一點時間 我們再跟海洋局做一些討論 來發展這三條 尤其在行銷的部分 把它納入我們的遊城的規劃 好 謝謝局長 我想鵝阿寮漁港 它的特色就是近海漁業 彌陀它是虱目魚的故鄉 隔壁永安就是我們石斑魚的故鄉 這三個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個結合 做一個漁鄉的一個深度之旅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農業局 有所謂推出的一個農村一日遊 受到日本背包客及東南亞背包客的喜愛 那未來是不是除了農村之旅 農村一日遊之外 我們也有漁村一日遊 局長 漁村一日遊這個部分結合北高雄 子官彌陀永安 讓他們能夠吃到新鮮澎湃料理之外 能做一個深度之旅 比如說乃千局長曾經到我們的鹽田社區 他鹽田社區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社區彩繪 還有彌陀的藍寮踏里社區 還有現在網路很紅的鑽石沙灣 在我們永安新港 這個部分其實是可以吸引一些背包客 吸引一些網路族群的 來高雄北高雄來做一個觀光深度之旅 這個部分再請局長多多著墨 那接下來 我們的北高雄 我們剛剛提到的 還有漁產豐富之外 我想 漁村觀光 在我們目前北高雄 還沒有發展成一定相當的成熟度 所以 剛剛局長也特別提到 鵝阿寮是我們魅力漁港全國的第一名 那要透過整個把彌陀永安的連結 讓更多人能夠來我們北高雄吃這個海鮮之外 做這些深度之旅 我想未來 局長再請你把這整套的規劃 如果有一些書面的資料再麻煩你給我 好 接下來我們就要講所謂的 non-stay 這不是之前那個人在講的non-stay 是農喔 我們所謂的non-stay是什麼 就是我們 我認為喔 我們在地產業有許多是可以 學習國外不錯的一個方向 那其實不是只有國外在學習喔 國內已經有相當多的城市 已經向國外的酒莊之旅在做發展 那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次有國宴葡萄酒 這是我們在地厚禮的葡萄喔 他們經由釀造 讓他變成一個目前在台灣很有名的一個葡萄酒 那這個葡萄酒是我們在地高雄 餐飲專科學校喔 有一位陳千浩助理教授所研發喔 他既然在高雄我想農業局長可以經常跟他做一個聯繫喔 他是一個專家 是不是因為我們台灣喔 釀酒技術是從葡萄牙的時候就引進進來喔 那直到2008年喔 我們加入WTO之後才結束我們所謂的 醃酒的公賣的制度 是全世界最後一個 還有一個醃酒公賣制度的國家喔 那所以在2008年之後 許多在地的酒莊陸陸續續的 已經都慢慢的成形喔 我今天要跟局長探討的就是 我們能不能像國外有許多的酒莊文化 我們讓這些觀光客能夠Stay在高雄 在這些我們盛產許多水果的產區 比如說燕草有巴拉有蛇仔 我們輔導這些在地的酒莊來生產蛇仔酒巴拉酒 我們的大樹有鳳梨有荔枝 當然我們現在有荔枝啤酒 那我們未來可不可以輔導他成立一個酒莊 來釀造鳳梨酒 釀造這個所謂的荔枝酒 還有我們的芋頭酒 這在其他的一個縣市已經開始都有了 但是生產芋頭我們的甲鮮也是非常有名的一個產區 我們的農委會曾經有一個調查 就是我們有12間通過行政院農委會輔導 平建的農村酒莊 全台灣現在有12間 它有葡萄酒、梅酒、高粱酒 還有金澡酒、芋頭酒 那這12間分別位於苗栗、台中、南投、宜蘭和花蓮 那身為農業大縣的我們高雄市局長說明一下 在酒莊文化部分 我們是不是有相關的規劃 我們做了些什麼 我們未來在這個部分有沒有什麼新的一個作為 請局長做個說明 謝謝副議長 謝謝陳議員 首先要跟陳議員報告一下 其實陳謙豪老師 他在也是有來輔導我們高雄市 那我們勵之盡量的酒 烈酒 得到全世界評比的雙金 得到全世界評比的雙金 那麼梅子酒也獲得金牌獎 那麼第二個我要報告的 其實我們台灣的農村酒莊 有一種就是說受到面積的限制 面積限制 他上次有到950平方公圈 而且同一中土地裡面 他不能超過百分之40 所以說 所以這是我們政府要去做改善的啊 對 這一點我先說明一下 所以說對於農委會來說 我們希望他能放寬條件 但是在這個條件還沒放寬以前 我們高雄市做這件事 就是把我們賈賢農會的工廠用地的一個設施用地 我們把它變成一個觀光休閒的農村酒莊 觀光休閒因為工業公園本身就是釀酒 所以說它也是屬於我們農委會福島的一個地點 那麼它現在已經開始在作鎖裡面的一些釀酒的設備 所以它未來形成的盤子酒 還有一些附加價值的產品 都會在這裡呈現 我在這裡順便給大家報告一下 其實整個一個酒量的文化 或者農村的文化 不要極限在一個酒莊 或者是在一個 因為每一個四地 四度的去發展它的特色 那譬如說 大廚藝荷包 藝荷包他的山洋就在那個西安 又跪 要怎麼發展它的酒 所以說我們現在發展的是說 怎麼利用我們藝荷包的精量的酒 酒量的技術 來栽培其他附加價值的產業 包括藝荷包香腸 藝荷包的冰淇淋 這個都是有酒量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說很感謝黨議員 對我們這個農村的酒莊文化的一個建議 這我們要繼續來做 我們希望朝向更精緻 而且說能夠讓全民接受的程度 局長你剛剛講到 因為他的產季的問題 這個點我比較不能認同的是因為 就是因為產季的問題 他要在行銷的過程 如果那一年 豐收 產收很好 價格就算 有時候是不是就盛產過量 這個部分就是可以 像你說的剛才可以做果乾 或做相關的東西 那釀酒其實也是其中的一項 等一下你五次了 我講的不是產季的問題 我的意思是每一個產季的 時期的東西不相同 我們把那是前年性的那都沒問題 我講的意思是 他量酒就沒有所謂產季的問題 但是比如你講 我們的藝荷包啤酒是今年 我們的藝荷包量就很少 所以說業者 一直在我們演奏 他在生產的藝荷包啤酒 他的量度不敢出那麼大 這就是我們的限制 那玉荷包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像齊山的香蕉 香蕉冰 香蕉酒 香蕉冰現在很多嘛 香蕉酒我們可以慢慢規劃 我的意思方向是哪裡 酒莊文化之旅 今天未來 新加坡來的遊客也好 日本來的遊客也好 整個三層來到了大樹 宴巢 就可以類似在我們歐洲的酒莊之旅一樣 再可以品嘗這些相關的水果酒 讓他成為一個特色 當然你怕要跟我說做成果乾 我也不會反對 這都是可以的 但是怎麼去讓他成為一個 有特色的 未來可以結合觀光的 我想這個 你應該也是非常有想法的 過去你做的冬村已經是有的 這個第一個我們會建議 如果我要先突破法令的那個範圍 這個面積的現在 突破南律發言 別的縣市可以做 為什麼我們的縣市不能做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蘭鐸信義九張 他是因為921大地震以後 他是就地合法化 那麼我們的苗栗的酒莊 大福酒莊 他也是就地合法化 那我們在八八豐災的時候 我們其實在那時候 如果說我們提出賈仙的那個酒莊 馬上就地合法化 今天就不用在水質水源保護區裡面 再做環品 那這一點的話我們必須要去 已經過去式了 但是未來我們還是努力要把它喝 那宜蘭花蓮也有啊 宜蘭花蓮的話 我跟議員報告 他是透過特地目的事業變改 變成丁種建築原理 那我們也可以啊 對 所以說因為他是要看 所以說宜蘭花蓮的酒莊幾乎都是屬於 是不是局長 我們在BCI廣邀啦 更好的一些自動到的一些企業者 願意來投資在我們在高雄的一些農村裡面 能夠透過土地的變更合法化 好 局長請坐 那針對我 在這一個總質詢上面特別提到的 我想在舊教市長 所謂的陽光 所謂的海洋 所謂的long stay 讓這些來打造一個新高雄 我想請問市長 來總結一下 這個方向喔 你的看法 你的想法 讓 如何讓我們的大高雄 能夠走出另外一條大路 讓我們的高雄未來的 不管是產業 綠能 包括我們的海洋產業 包括我們的 剛剛提到的農業這部分 市長 你的想法 及看法 來 市長 回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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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議員 陳議員 現在在台南的沙頓地區 中央原本就規劃 在那裡就是 我們國家未來的力能園區 它就在我們陸主的旁邊 我想我跟許利民副市長 很嚴肅 也很鄭重的跟林全院長 跟蔡英文總統說 高雄在力能的推動上 我們是行之多年 非常努力 我覺得說 對於力能園區 高雄的陽光跟台南 我覺得力能園區應該包括沙輪跟陸主 就是你們對外的宣布是應該要這樣 所以我想院長他們也同意 所以我想這個跟陳議員今天提到 未來我們的光電 未來我們在力能產業上 這個我們會繼續跟中央 在發展力能園區上 這個部分我覺得應該在南台灣 在這個共同的規劃努力上 我覺得我們一起要來做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是非常的贊成 那現在我們高雄有那麼多的國營企業 他們在未來能不能大力的 對於我們太陽能光電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我都我們願意努力 來跟所有的國營企業跟他們在溝通 只要他們的廠房能夠乘重量足以負荷 我覺得我們都應該要鼓勵 那另外我們現在的核發產業園區 才正開始 那我們會把推動太陽能光板 做為我們來鼓勵業界這樣的一個方向 那另外我想陳議員特別提到 那我們將來在未來 我們的long stay 我們的農業的發展等等 包括我們將來能不能對於有關於 我們所有高雄總廠 現在第一個我們能夠跟中油的溝通 應該可以更順利 那我會覺得這個部分一方面 會對於後來的地區要怎麼彌補 這個部分要怎麼有很多 將來生態公園或者那麼大的園區 將來對力能產業等等 這個方向我們都會支持 市長我們強調特別是 他講17年的改善性 這個我們不同意 這個我的 我們會分區 你不能說我整個分區 你就這樣說這個我沒有同意 這個部分我要怎麼說分區 加速 這也是我一載強調 我們未來說高雄區 我們的體育局這個方向 我們都在努力中 我想陳議員今天提出很多 包括我們的遊艇 包括未來我們的港移港等等 這個部分我想這樣的一個方向 高雄有65公里的海岸線 這個藍色公路的安全度 我們增加觀光的魅力 讓人家覺得高雄的 所有到高雄的觀光 有非常的多樣性 非常的豐富 這個規劃我們都會一併 在這個部分來努力 謝謝 好 謝謝陳政文議員執行 來 休息10分鐘